华为标识牌 今天 涉及华为最大的新闻 莫过于路透社释出的独家报道 华为指责联邦快递 将两个从日本 寄往华为中国办公室的包裹 转运至美国 并试图转运另外两个 由越南寄往华为 其他亚洲办公室的包裹 在这篇题为 华为正在重新审视 与联邦快递的关系 乘包裹被转移的独家报道中 路透社说 华为是在上周五24日 对路透社透露的此事 针对这一说法 华为还向路透社提供了 联邦快递包裹追踪记录的图片 根据追踪记录 两个于19日和20日 从日本东京发往华为的包裹 递送记录于23日前 在美国填纳西州孟非斯市结束 另有两个于17日 由越南河内发往华为在香港和新加坡办公室的包裹 在21日到达香港和新加坡当地联邦快递快递战后 因投地异常而被搁置 报道称 根据联邦快递官网的说法 异常状态意味 住意外事件阻止了包裹的递送 例如海关延时 假期 或没有人收获 然而 华为在给路透社的一封电子邮件中称 在两个快递 并未按时到达的情况下 联邦快递越南分公司客服 22日 在回复华为方面的质询时称 联邦快递新加坡 FDXSG收到了联邦快递美国 FDXUS的通知 要求将包裹寄回美国 因此 包裹未被投递给收获人 现正在联邦快递站 华为还透露 其中一个由越南寄出的包裹 已经于24日收到 根据华为提供的联邦快递追踪记录 另一个还在路上 华为发言人乔凯利·卓克里 上周五24日 向路透社表示 这四个包裹内只有档案 没有计数 最近通过联邦快递派送的重要商业档案 未被送到目的地 而是被转运 或被要求转运到在美国的联邦快递 这种经历破坏了我们的信心 凯利说 由于这些事件 我们现在不得不重新审视 我们的物流和档案 递送支援要求 对此 联邦快递发言人 莫里多纳修 向路透社表示 包裹是误送 没有任何其他地方要求联邦快递转运这些包裹 这是孤立事件 仅限于一批极少数的包裹 联邦快递表示 我们了解到了所有存在问题的发货 正在与客户直接合作 并将包裹归还给他们 报道称 目前 华为已向中国邮政监管机构 提出正式投诉 报道还提到 华为没有详细说明 为何他认为 包裹被转运 美国商务部没有回复该事件 是否可能与其在5月16日 将华为列为实体清单有关的置评请求 路透社称 目前并未获得任何证据表明 该事件与此相关 但早在本月23日 联邦快递中国 曾在其官方微博表示 有关近期社交媒体平台流传 联邦快递将客户获件没收 并转运至美国检查的讯息 与事实严重不符 联邦快递中国微博截图 此事经外媒报道后 推特上不少网友纷纷进行讨论 有人指责联邦快递的行为是自掘坟墓 Suzi 联邦快递在自掘坟墓 At Aging Notes 真是耻辱 At 联邦快递 Hoff 小偷 破坏商业规则 也有人猜测 联邦快递是为美国政府服务的 J-Mac 我能说联邦快递是为美国政府服务的吗 他甚至可能在美国政府的指使下盗取客户的档案 Aaron Blake 啊 联邦快递已经没有商业道德和诚信了 我将不再用他们了 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正在窃取华为资讯 这真的太低阶了 于是也有不少网友转火到了美国的安全性上 长岛冰茶 美国政府控制一切 监视每个国家 虚拟 美国担忧安全问题 然后就偷人家的包裹来维持安全 Socal 美国开始抢劫了 这太脏了 Hand Penny 现在谁才有安全问题 Wild Welsh Bit 错误传送 是的 没错 只是那么多巧合凑到一块 也有点凑巧过了头了 我觉得华为是时候换一家和美国没有关系的快递公司了 你怎么看